嘿,我是阿图,不停尝试各种教学方式,不断亲自实践各种教学理念的汉语教师 这期视频要分享的是,如何开课热身,以及如何有效掌控上课节奏 视频的全部内容来源于澳洲K212主流学校的亲身观摩,以及我自己的真实教学 尤其是和几乎没有经验的新手老师 下方的相关视频里可以找到往期的精彩内容 视频的文字版会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外地老师阿图 同时推荐一个近期关注的宝藏博主,会说中文,YouTube和B站同名 会说中文的吴老师专注于汉语教学和经验分享 适合想要快速提高教学技能,以及苦于找不到教学资源的老师们 先来讲一下指令版 有自己教室的老师们可以在教室里开设一个专属区域,用来展示教学指令和课堂流程 没有教室的老师们可以准备一个白板 在白板背面用阴阳贴展示常用指令和流程 我通常在左侧展示指令卡,右侧展示流程卡 不同功能的卡用不同颜色的边框来区分 第一堂课我会选择三到四个课堂指令卡 具体数量会根据学生的年龄而定 年纪越小的学生,每堂课展示的课堂指令卡就越少 也可以根据具体的课堂活动选择指令卡 比如这堂课需要学生做成一个圈 我先要求他们请站起来 再请排队 接着用手势告诉他们围成一个圈 最后要求学生们请坐下 看起来简单的做成一个圈 对于好动的学生,尤其是年纪较小的孩子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消耗体力,手脚协调能力,专注力,团队协作能力的活动 所以老师们最好把每一个活动 尤其是需要手脚兵用或者需要移动座位的活动 分解成若干个小指令 不然很容易出现 有人站在墙角不知所措 有人高喊着自己好朋友的名字 有人推推嗓嗓 有人快速坐下却被其他人踩了手 同时在语言学习课上 每一个指令都是学习的一部分 把这些指令说清楚 每堂课用一样的语言说出一样的指令也相当重要 作为中文母语者 在真实课堂上 有时候会在不经意间用不同的表达方式说出同一个意思 比如有的时候说请起立 有的时候说站起来 又有的时候说请起来 同一个手势不同的表达方式会让学生很困惑 咦老师在说什么 是让我站起来吗 对于学生来说 这是全新的三个句子 需要时间记忆和练习 如果每个星期只有一个小时 甚至更少的课时 很多学生可能一个句子都记不下来 相反的每堂课用同一个手势说出同一个指令 只要刻意练习一段时间 学生们会对课堂指令产生条件反射 这个时候可以展示更多新的教学指令卡 对于学生来说也非常有成就感 尤其是有人观摩教室的时候 他们可以尽情展示 我可以听得懂全中文的指令 开探流程卡的学习和使用也是类似的方法 但是有一点点不同 我在这个部分加入了师生互动的小环节 在K26的教室里 我先数一下今天要做的活动 一 二 三 学生跟着一起数 学生们已经熟悉每张卡的意思以后 数完卡片可以再很快的过一遍卡片内容 打招呼 复习 唱歌 接下来每做一个活动前 我把相应活动的卡片贴在指令板上 打招呼 复习 唱歌 做完这个活动以后 再请一个学生把它撕下来 如果当时课堂有一点混乱 我会请安静等待的学生撕卡片 如果当时课堂情况还不错 我一般会指定平常比较害羞 或者刚刚活动中自信心受打击的学生来撕下卡片 总之这个小小的仪式感 会给每个人都带来不同程度的成就感 也能增加学生的课堂参与感 课程准备充足 课堂灵活性更高的老师 也可以尝试跟孩子们商量 这堂课想做什么活动 第二个讲讲课程热身 在指令板的基础上推荐三个课程热身活动 第一个站起来坐下 很多老师会在第一堂中文课做这个活动 用手势告诉学生站起来坐下 在k22的学生来看 这个简单的身体活动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快速慢速的说出指令 或者假装站起来 却发出坐下的指令来迷惑他们 都会让学生们从松散的状态进入高度集中的上课状态 第二个站起来读一读坐下 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进入教室以后 会让所有学生都站起来拿出闪卡或者物品 让他们用中文说出相应的词语 说对的可以坐下 什么国家 韩国 哪国人 中国人 什么语言 英语 什么语言 英文 大班上课的时候 师生一对一的交流比较有限 可以利用课前热声活动给学生们纠正发音 第三个活动是有节奏的拍手 几乎所有学生都很熟悉这个节奏 老师打完这个拍子 学生会条件反射的安静下来 并且一起打拍子 这个时候老师们可以即兴地打几个拍子 在一边做手势一边说出指令 或者已经学过的词语和短句 比如说 读一读 看一看 打招呼 第三讲一讲课堂手势 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 大多数老师会说这是停止的意思 我刚开始教中文的时候 给幼儿园的学生展示这个动作 小朋友都是满脸问号 在他们的认知里 这是 在上课过程中 他们想去上洗手间 又不能打断老师上课 就会用这个手势告诉老师 我要上洗手间 除此以外 还有 为了尽可能减少上课被打断 根据实际情况 老师们可以做出一些改动 比如 上洗手间 喝水 提问 要纸巾 我做完了 我需要帮助 最后做一个总结 学生难以快速进入上课的状态 可以试着用指令板 结合简单的课前热身活动 让学生逐渐适应中文课的环境 第二个 做课堂活动的时候 确保活动指令简单明确 如果课堂活动比较复杂 尽可能把任务分解成若干的指令 并且带着学生们一个一个的完成 第三个 用特定的手势代替举手 可以减少讲课被打断的概率 感谢你的点赞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见 拜拜